我不左右摇摆 只说真话 我要上下求索 走出正道 我是王炳忠 王炳忠来了 我们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的国庆 但是呢 其实在70年前 当新中国在北京诞生的同时 有一批中共的地下党员 他们来到了台湾 潜伏在台湾 在50年代初期 当时国民党白色恐怖 因为国共那个时候是完全交战的状态 那么刚刚大陆整个变色 国民党退守到台湾 所以当时对于这些共产党 遗留在台湾的地下党人 是完全不留情的全面的扫荡 也就是说 当大陆庆祝新中国一周年 两周年 三周年的时候 这一些当时怀抱的理想 他们希望能够完成最后解放台湾使命的 这一些中共地下党人 他们在台湾牺牲了 多数魂断台北的马场丁刑场 之后 葬身在六张里的乱葬岗 而这些人在台湾 现在被称为白色恐怖的受难者 在大陆 在西山烈士陵园 称为是中共的革命烈士 但是我们却发现民进党 最近在收割这些中共的革命烈士 把这些当年是怀抱着红色里面的 而付出了他的红色血泪 付出他的红色青春 在白色恐怖当中葬送的这一批烈士 现在却变成了台独的某种意义上的神主牌 那么台独呢 最近还拍了很多相关的电影 比如说返校啦 还有相关的这个电玩啦 从返校到还愿啦 去偷渡仇中意识 所谓台独的意识 变成白色恐怖的牺牲 最后成全了说大家要投票给蔡英文 而更讽刺的是蔡英文一方面 透过所谓的促转会 将这一些中共的革命烈士予以除罪 但是呢 他并没有说肯定当年中共革命是对还是错 而只是说因为当年司法审判的程序有瑕疵 所以通通除罪 在蔡英文现在手上啊 他却重新搞起了戒严复辟 而且当年还是国共交战哦 而现在两岸已经和平交流了 却开始还在大搞这种戒严复辟 这种国安法的这个修法 而且指控新党的青年军是所谓的共谍 然后罪名和当年这些烈士和白色恐怖很多 这个受难者有些可能是冤狱被冤枉的 那他们的罪名通通一样就叫做替中共发展组织 新党的普通的一个新闻秘书都不放过 也是各位看到今天在我们的现场 我们还请来了在2017年12月19号当天 被民进党当局非法搜索带走的 陈思峻也在我们今天网禀中来了的节目当中 刚刚我们所谈的这个中共地下党的这段历史 还有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说在大陆呢 他们被称之为是中共的革命烈士 在北京还有一个西山的烈士园区 那么好像你也去过那个地方 这张图呢是我在去年 去年准备要跨年的时候呢 我亲访北京到北京的西山国家公园 北京的朋友可能会比较熟悉一点 他就在香山的下面西山国家公园 一个无名英雄广场 因为所有当年在台湾不分本省还是外省 所有中国共产党的烈士 他们的名字都被刻在上面 为什么会对于这段历史特别的有兴趣 你会特别要去造访这个西山革命烈士 我的外政祖父 他本人就是一位牺牲的烈士 我们好像有听你说过 就说你在台湾也是白色恐怖受难者的后代 没错 在2017年12月19号那个时候 我们被绿色恐怖民进党当局清晨 来给我们查水表之后 隔天你也和记者谈到了这一段 讽刺的就在当时2017年 这个1219事件发生后 结果没过几个月 我们看到蔡英文的这个所谓促转会 还公布了一份除罪名单 的外政祖父 这个编号263号这一位陈明和先生 他就是我外政祖父 是我们看到这个263号这一位陈明和 那么他当时的罪名是意图以非法的方式 颠覆政府而着手实行 我们看他的罪还比别人还要重 你看一般其他被除罪的呢 他当时的罪名是参加叛乱组织 而你的外政祖父呢 还是好像被认为说是个带头分子 一个小组长 据我所知呢 他罪名会比别人稍微重一点 原因就在于他是共产党的当时已经算是一个 可以说干部吧 就当时有筹组读书会 然后他已经是小组长了 然后当时他们的距离地点是在那个云林 云林一带 当时因为我们就是知道共产党主要发展的对象是工农嘛 那公园的话很多当时很多糖厂的公园 然后农民的话就是周围的一些农民 一些电农 那当时在虎尾糖厂里面呢 我的外政祖父就是其中一个 算是他的公园吧 所以在当时呢 他们就在那一带活动 台湾民主研军 台湾自治联军呢 其实都有拜访到这个地方来 也就是说我外政祖父他们其实都跟 可能各位有些人会有听过像是一些干部 像是一些干部像张志忠等人 剪辑等人 其实他们都有跟他接触过 是 刚刚斯俊提到像是台湾民主自治联军这一块 也就是在二二八时期的时候 他和 大概就是当时有两支最主要的部队嘛 一个是台湾民主自治联军 另外一个就是谢雪红的这个二系部队 后来他们其实就是今天 八大民主党派当中的台盟的前身 对 没错 是 当时台盟他们后来参与了新中国 整个我们讲的这个正式协商会议 那么有一批就是留在台湾的这个红色种子 它变成继续在台湾潜伏着 然后呢希望能够帮共产党在台湾发展组织 对 那个年代是如此 对 那个年代是如此 他的罪名和刚刚我们看到陈思俊 他的这个长辈一样 都是意图非法颠覆政府而着手实行 也就是说主要领导人物的罪都会是比较重的 我们看到这个钟浩东 那为什么特别要提钟浩东呢 我们来看一下钟浩东的照片 在基隆中学做校长的时候 对 基隆中学的照片 那么另外呢这一张是他的遗孀蒋碧玉女士 抱着年轻时候的钟浩东的照片 各位来看一下 为什么我特别提钟浩东 因为最近我们刚刚提到的 这个台独现在不断利用的电影返校 还有返校他那时候还出电玩 还有他的续片叫做还愿 然后在里面不是还偷渡对大陆领导人的 许多那种嘲讽污蔑的那些图文吗 他们现在都变台独的 但是他们所收割的劣势故事 像返校讲的就是当时候钟浩东 在基隆中学做校长 那钟浩东呢 他是台湾非常有名的文学家 钟礼和的这个兄弟 钟礼和呢就是很有名 邓明军唱过的那个《袁湘人》 袁湘人就是讲钟礼和的故事 那么为什么说袁湘人 因为钟礼和钟浩东 他们都认为只有回到大陆袁湘 他们才能够真正感受到生命的泉源 所以呢他们都回到大陆参与抗战的 那么钟浩东和他的遗孀 他的夫人蒋碧玉 各位来看 也是侯孝贤电影《好男好女》当中的 这个主要的主角 就是讲台湾 台湾人到祖国大陆参与抗战 但是很不幸 抗战结束之后呢 就陷入到了国共内战 钟浩东他是信仰共产党 所以呢他发展了中共的台湾省工委 在基隆的党支部 所以他也获罪了 他在武林严战 当时发行了当时他们的刊物叫光明报 是光明报 所以你知道我看了都觉得很讽刺 就是当年他们是真的为中共在发展组织 那当年也真的是国共在交战 那国民党还讲明白 我们就是戒严 所以等于说大家在干革命事业 就是真的是提头在干革命 那现在明明两岸和平交流 那你也告诉我们戒严了 你也说现在是所谓的转型正义 你还把这些中共党人都除罪了 对不对 钟浩东你也把他除罪 这些当年真的中共地下党 你给他除罪 结果现在新党办统派活动 新党要被你们起诉 现在人家当年办光明报 我们现在办辽元网 我们有事 我们办复兴社 我们办各种各样的迎对活动 在学校成立社团 现在变我们有事 说我们这些就是在为中共发展 组织 然后还要搞什么中共代理人法 所以随他讲 他现在说你参加大陆的各种活动 你就可能是在帮中共发展组织 那么时代不是已经变到今天 是两岸在和平交流吗 就你还来阴的 那国民党公开讲我戒严 民进党不是 民进党是嘴巴上还讲他转型正义 所以不晓得这一块斯郡怎么看 就中共烈士被收割 然后红色的这些理念 现在变成台独的神主牌 这要怎么来理解 丙中不知道还有没有影响这个地方在哪里 这个地方 这是六张礼吧 我们228的时候还有去那里扫墓 对当时很多他这些烈士们 他们的遗骨因为没有人敢去捡 对也或者是已经 或者是他们的亲属都在大陆 所以没办法回来帮他们捡骨 所以呢很多就被极了殡仪馆 就当时解剖他们遗体的殡仪馆 然后就直接被安葬在六张礼的乱脏缸里面 然后最后被发现的时候 90年代被发现的时候 采立的这个纪念碑 就像这张照片嘛 这个就是我们当时候到这个六张礼的乱脏缸去 然后我们特别发现到的这个墓 大家看墓碑上面还稍微看得出来 写的是黄荣灿 为什么我要再提黄荣灿 因为蔡英文就职典礼上啊 就消费了黄荣灿 他把黄荣灿当时有个很有名的版画作品 叫恐怖的检查 就是在这个指控在控诉 国民党搞各种的思想检查 结果蔡英文呢 还把黄荣灿的作品拿来 做好像他的庆功宴上面的一个道具 可是人家黄荣灿也是个中共地下党啊 当年黄荣灿他的理念 绝对不是你们今天在消费的所谓台湾独立啊 如果我们说六张礼是他们安眠的地方 那马场丁就是他们死去的地方 这个土丘为什么会弄那么高呢 就是因为当时一批又一批的死难者 被枪决之后为要埋他们的血液 所以就一直堆土一直堆土 最后变成了像这样一样高的土丘 每一年的秋天 这些死难者的后代朋友 或有被死刑的老同学们 他们每一年都会在这个地方举行秋季 然后刚刚的六张礼呢 他们是228的期间他们会举行春季 就是会来到六张礼举行春季 所以我们也在那个时候到了六张礼去 这个活动基本上我们从2016年开始就一直年参加 可是民众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你有看到任何一位政治人物吗 除了我们 高金素媒 还有郁主席 没错 还有现在中国统一联盟的季兴主席 对 那你有看到大党的人物吗 对好像没有 对 而且最奇怪的是民进党的人物 一个都没有 一个都没有 对 但是民进党现在你们所在那里消费的白色恐怖受难者 就是今天这一些在马场钉 混沌马场钉的这些人啊 你不管是刚刚我们提到的简集啊 刚刚我们提到这个简集 他在今年二二八前夕 蔡英文当局还特别把简集除罪 又作为他们一个啊 来作为蔡英文的政绩 说蔡英文怎么样做转型正义 对 那么简集也是中共地下党人啊 但是你们好像对于就是该消费你们消费 可是真的像这一些啊 像刚刚思俊提出来的 民主统一走向富强死而后已 那他们大概是不是不敢去面对这一些当年劣势的理念 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收割了 返校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打从九年年代开始 对 不 更早 更早 其实更早从民进党成立以来呢 他们的诉求就是反抗国民党 对 那反抗国民党最重要就是什么 要抒发台湾人对外省人的仇恨嘛 民进党抒发的是这一套 那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 那当然就是白色恐怖了 对 因为台湾老师说台独是后来的事情了 所以基本上我们找不到任何的劣势 一开始呢他们就为了要对要号召人民对抗国民党的独裁 其实就是为了他们可以夺权嘛 要夺权的话最重要就是找到一些死难的劣势 对那死难的劣势也只能从这些共产党人身上找到 可是他们又不敢去提这些共产党人他们真正的背景 对 他们真正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像是借着返校啊 然后现在竟然说结论变成说看完了返校 所以我们千万不能投给国民党 更要拒绝共产党 因为呢只要投票给国民党 然后呢共产党就会来了 所以我们只能投给蔡英文 现在变成这样的一套论述啊 可是问题是2.28为什么开始呢 2.28也是为了对反抗国民党啊 也是为了反抗国民党当时的贪污腐败啊 可是当时不只是台湾而已啊 当时那是全中国都在发生的事情啊 包括西南联大 包括东北 大家都在举行反内战 反饥饿反独裁的运动啊 这是我在上海博物馆 上海历史博物馆里面拍的 当时诉求就是这样子啊 立即停止内战 要停止内战啊 要和平要民主啊 可是问题是 当时蒋介石就是发动内战的罪人嘛 那当时为了要发动内战 需要大量的征集壮丁 还有大量征集物资 那台湾自然很多物资也被 作为国共内战动员的其中一块 然后再加上接收了一些 在国民党本身他在大陆呢 他派出接收官员呢 很多都是最后看到一点物资就贪污 就拿去接收然后转卖 所以当然台湾人民看到这个情况 本来官复的时候 大家是心高采烈的 大家举着中华民国国旗 青年白日的国旗 在港口里面去迎接国民党的军队 可是看到国民党后来的举止之后呢 他们就转向了 他们发现国民党原来不是他们想象的民族救星 不是那个光复中国的英雄 它反而是一个贪污腐败的一个象征 所以当时很多人其实对这个白 我们可以说白色中国 白色的这个中国 失望 因为白色恐怖嘛 白色相对就是红色 所以很多当时很多年轻的知识分子 青年学子 他们都转向了共产党 然后在228的时候呢 本来没有那么多共产党 因为日本人也在杀共产党嘛 所以当时白色在台湾 并没有那么多共产党 反而是国民党贪污腐败 让很多人觉醒了 可以说这个才是真正的觉醒青年 为了打击贪污腐败 然后觉醒成为一个热血的知识分子 而且他是真的现身革命 因为那个年代是你知道 你做的是杀头的事业 不是像现在大家说 我是来办办party 你说在台湾搞太阳花 结果警察要被你骂 民进党都会帮你开门啊 对不对 你还可以享受荣光 上国际媒体做英雄 那个时候不是啊 那个时候他真的是 提着脑袋在革命啊 很多太阳花的人啊 他们参加都只是为一个镜头 都是为了成名而已 像太阳花女王 就为那个一位一战成名嘛 所以就得到很多 很多媒体的券赏 在立法院那边开着party啊 又是喝酒又是一大堆不堪论 根本不用说还有很多 我们这边节目不方便提的一些东西 留在立法院里面 这些决定青年 根本就不是决定青年 他们只不过是当局的玩具而已 只是为了某一些 某一些政治人物 某一些利益团体 他们为了要夺权 所控制的玩具而已 而这些青年呢 他们也不是真的想 可能大部分是这样想 但是带头那几个人呢 带头的 他们只不过是想要升官发财而已 是 已经升官发财了 对 已经升官发财 我们看到带头的已经升官了 你没看到现在天天都是 我们零九万嘛 对啊 人家已经升官发财了 所以太阳花 然后呢 民进党 蔡英文又是什么转型正义 收割一大堆 在收割红色烈士的鲜血 而当年他们真正的理念 没有人提了 我想我们至少还原历史 没有那么困难 你不管你今天你说 你要统要读要如何 你总是历史 你不要把它扭曲成 这么的夸张嘛 你要用人家 你是不是也应该了解一下 人家当年的理念呢 我们看这里啊 这个写在 西山烈士林区 当时他们提到说 蒋碧玉 中共地下党员蒋碧玉 面对国民党保密局特务的时候 平静的说 我们难逃一死 但是我们能为伟大的祖国 伟大的党 在台湾流滴滴血 然后光荣的死去 我们请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当时 中共地下党人蒋碧玉 他说他知道难逃一死 但要为他心中伟大的党 和伟大的祖国 在台湾留下滴滴血 而蒋碧玉女士 后来他幸存 在90年代初的时候呢 他成为了中国统一联盟的发起人之一 抱着他的先生 钟浩东的遗照 我们看到蒋碧玉 蒋碧玉其实也是最近 也是很红 大家在讲台湾民众党 当年蒋魏水成立台湾民众党 蒋碧玉就是蒋魏水他妹妹的女儿 后来过继给蒋魏水做养女的 最后我想问一下思俊 就是我看到你在网路上有一段留言 你提到说他们现在不是讲所谓返校吗 又是还愿吗 那你提到说其实真正的还愿 应该是要停止内战和平统一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真正所谓国共内战 其实到今天为止并没有正式结束 是 是 为什么你会这样认为 因为现在很多人认为说我们看完了返校 我们玩完了还愿 我们就认为我们要台湾独立啊 为什么反而你会认为说 真正我们看待白色恐怖的启示 是要结束内战和平统一呢 如果我们说我们要还愿的话 那我们也应该去认真了解一下他们的愿望嘛 我们刚刚看了那么多资料 我们已经看到了 包括陈明忠老先生 对 陈明忠老先生之前也跟我一样 去造访了西山的无名英雄广场 对 那在无名英雄广场 他们的理想 刚刚我们也看到了 民族统一 走向富强 他们都是希望能够两岸和平统一的 外人就是中国人嘛 他们当初就是这样希望 他们在日据时代的时候 就是抱持着这样的希望 希望能够回归祖国 然后反抗日本的帝国统治 可是问题是 在光复之后呢 他们又面临另外一批 虽然说是光复了台湾 可是却贪污腐败 不重视人民 压榨人民的另外一批统治集团 所以他们才会走向这一个 孤独又反抗的道路 然后就因为美国的关系 我们都知道美国在韩战的时候 来到台湾海峡 然后同时在台湾驻军 因为这个原因 蒋介石就开始搭杀这些 这些可悲的义士们 民进党当时能够成功打败国民党 就是收割他们的鲜血 才得到这个政权 那请问一下民进党 能赞助这么多游戏 赞助这么多影视 那既然如此 你们为什么要遮蔽最重要一块呢 那最重要一块是什么 他们的身份嘛 他们的身份是什么 就是中国共产党员 那他们的理想是什么 中国统一 这是很明显的事情 可是问题是 现在有人在提这个事情吗 没有 现在到选举到了就出来了 可是选举到了呢 基本上都是只有一句话 打倒国民党 然后投给蔡英文 对 可是问题是 打倒国民党你就算了嘛 可是问题是 他们没有降与说要反中吗 他们有降与反共吗 可是问题是 民进党现在在干嘛 别没反共吗 对 他是走回国民党戒严时候的路线嘛 对啊 这个东西不就跟蒋介石一样吗 他比蒋介石还那样 蒋介石还不会否认自己是中国人啊 他比较反共又反中啊 民进党就是 我可以直接说 他已经是个精神美国人吧 我们就直接说他是精神美国人 他连台湾人都不配 因为我们所有的纳税钱 怎么可以 我们的健保都快破产了 对 可是问题是我们的纳税钱 全部都拿去买那些没用的武器 美国的所谓军备 美国的F-16V 美国的M1 M1 A1 那这些武器的目的是干嘛 都是为了反抗大陆嘛 反抗大陆 反什么反病毒 什么口号的说明 那这个跟当初他们的梦想 是不是有点太远了呢 是完全背道而迟 对 所以我想这个最后 我可以这样子来做一个注解 就是 看了这些左统前辈他们的很多论述 包括在前几年也过世的陈映珍 包括林书洋 他们都特别强调 就是他们的社会主义里面 站在一个必须要先能够达成民族的解放 也就是一个民族如果继续被帝国主义拿来利用 然后来制造中国内部的这种兄弟戏墙 那么你要再去谈社会主义的改造社会的理念 那根本是吃人说梦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已经忍受70年的分治了 为什么这个光复之后 我们就会连续了70年的分治 那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韩战嘛 就是因为美国成功的把台湾拉进了冷战的框架当中 把台湾这个地方中国的一个省份 对 把他给割裂出来 变成了美国的一个殖民地 是 他已经变成一个殖民地 一个军事的殖民地 他可以在这边驻军 可以在这边绕导航行都可以 他同时是文化的殖民地 所以有很多精神美国人 现在因为和平了嘛 然后再加上大陆强大了 美国才稍微比较收敛 不敢在这边直接驻军 可是问题是蒋介石已经走了 蒋经国已经走了 那些曾经还打算抱持了一点中国心的人 都已经走了 而这些主统前辈呢 在两年前 也一个一个的 对 三年前成英中同志 现在 现在 陈明中同志呢 他 老先生他在上海身体也不太好 现在是在住院的状态 那 七十年后的今天呢 其实我们只是希望能够告诉大家 这些历史呢不应该被埋没 这些历史呢我们应该还要继续激起 否则的话 我们就只会成为民党他们的选举工具 然后最后就会跟着民进党一起自取灭亡 台湾不能成为下一个战场 他们收割这些前辈 然后挪去他们的思想 变成他们和美国攻击中国的一个工具 这样的一个东西 只会让我们所有台湾人跟着他们一起陪葬 感谢今天 这恐怖受难者的后代 陈思俊 也是在2017年 水瑞19号的时候 和我还有我们新党的几位同志 一起又遭受到民进党 现在用所谓司法的力量 在迫害这样的一个年轻人 今年还不到30岁 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和大家分享他的一点想法 希望大家都能够记取真正白色恐怖的教训 就是不要再有内战 真正中国能够结束内战 回归到一个统一的国家 社会主义当年他们的理念 也才能在一个统一的国家之下得到实现 今天感谢大家的收看 王明忠来了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